第三個遇到的問題就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狀況 叫我拍一些有點像垃圾的影片 就是他們的要求真的是低低低超級超級低 就是他們說我們的影片我有拍一些之前的照片喔 要不要穿插在裡面 這種東西就是我很認真的要提供一個服務 算是服務嗎 對啦算是服務 我很認真的要提供一個服務 然後你搞不清楚狀況我們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沒有自我介紹嗎 或是他沒有看我的作品或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 第三個問題呢就是 第三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有人一直叫我 第三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腰 第三個遇到的問題就是有人叫我拍垃圾影片 就是我們的要求跟我們的想要的東西其實落差還蠻大的 就變成我很認真的在幫你想一些 很 就是有品質的東西 就我覺得有我水準 有我的品質的東西 就是 至少有一個品質在啦 但是他們要的其實非常非常 簡單 就是一個工讀生就可以做了 像是拍照 有點像換燈片的東西 就是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他叫我說 你來製作 就有點像 他把我當一個 共讀生在那裡做 然後我就是免費共讀生 超瞎的 就 我一個很完整的影片 他叫我再說 我們之前有拍一些照片喔 要不要穿插在裡面 這樣子 超瞎 我就是這樣 來吧 我再說 我先做的話 在玩耐憂 mismos 我先做的話 呀 我先做的話